大家說一句台語有意思 大家一句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秋 大家都知道我的世界上也很愛出國 我們今天要紹介 就是去外國 習慣回來說來買的沼水 沼水 漢魚誰做沼水 漏媽魚誰做知澳造 知味水 造和水都是第二條 台灣是漢游國家 四邊都是海 除了以來國際無業就一直很加熱 加熱就是生理真好的意思 沼水跟沼蘇都是家庭 為外國帶你來國來買 不過兩種方式沒什麼相同 沼蘇是違法的 有時比較大尾 可能就會跟海災掛高 那如果沼水就是過去有些人 會靠他們特殊的背景 關係 去國外買東西回來買 因為不是透過正式的正口定屬 通常量會比較少 有時也會軟化入香 不用求水 介紹介紹 有時也會靠他們的名秀 透過沼水買回來的東西 叫做水火 或是沼火 好沼水賺錢的人 叫做沼水客 或是沼水歡樂 來喔來喔 要買手機就來這裡快 這裡的火絕對上頭頂 姐姐 妳不通過在那邊 水到不知道要怎麼進行 這一清 不用三條算你五百就好 過去國際上 交通要不要那裡邊 想要用水火 都到港口附近的尾塗行 當沼水的時候 要不會開門 外面就敗幾百了 生理是真好捏 不過 現在出國很方便 這麼多人都會自己走一趟 或是拜託剛好買出國的親戚朋友 爆炸東西回來 外途行 就漸漸沒人去告關啊 流 沼水 咖啞 沼酥 沼水 水火 沼水客 尾塗行 那麻煩把人帶東西回來 一兩行 四行就好 才會讓親戚朋友 更加疲憊 今天每天一句就說到這裡 感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翱拜再會 歐山 你今天是明天才要出國了 對 我要麻煩你給我買香水 尾油 保養品 電骨靈粉 還有吹風機 還有電視機 冰箱